Let's go 也就代表着这台车价格肯定不便宜 再来说说Li的意思 这个标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因为如今在大部分的宝马汽车车位都有这个标志 比如730L 530L等等 Li可以说城市用来表示汽车型号的 一般会出现在家常版的车型上面 其中L代表家常版 还代表的是汽油发动机 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字母L的含义 字母L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L的前缀式品牌型号 比如奥迪的A6L和8L等等 这种情况L的全名叫Longer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家常版的意思 另一种情况就是L的前缀式字母了 比如1.5升 2.0升 这个时候要代表的就是升这个单位 也就是汽车发动机的排量 还有一点就是前缀式数字且带L的车 都采用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讲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对Li提分别是啥意思都很清楚了 各位车友应该也明白了光会开车还是不行的 为汽车的基本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才能更好地用车和爱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